今天是漫威影迷最为期待的复仇者联盟4 Avengers Endgame在我国的首映日 为了感答漫威这朝部分电影院 甚至还把电影的早映时间放在早上7点05分 本台记者今天走访万达镇广场的GSE电影院时就发现 影迷在6点30分就陆续在电影院索取戏票 不少人就表示他们为了不想被剧透 而选择成为一个第一个看这部戏的人 有些老板和厂商甚至还买戏票给员工们 让他们看小映不用担心上班时到 一起透过镜头来看看复仇者联盟的魅力 如何征服移民 早上7点大批人潮就出现在电影院 因为他们可不想错过在我国首映的这一场漫威电影 复仇者联盟Avengers Endgame 那为什么他们要在7点钟早上来看这一场首映里呢 网上最近也发起了要影迷不要剧透的呼吁 提醒大家不要影响其他还没有看复仇者联盟4的影迷 除了不想被网上的剧透影响观看电影的视觉体验 漫威影迷也因为支持复仇者联盟4 而愿意成为早起的鸟儿 为了让漫威影迷提前观看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 我国多家电影院推出了早映场配套 各大院线甚至争相推出我国史上最早的放映时间表 就以雪州万达镇广场的GSC电影院为例 最早的放映时间是早上7点05分 早上6点30分 电影院就能看到陆续而来的影迷 他们到柜台锁票后就立刻排队领取他们的早餐 因为35令吉的早映场配套就包含了细票 早餐和限量版钥匙圈 算起来还是觉得便宜一点 因为你有早餐又有一个kitchen又有细票 因为你一个kitchen就要超过10令吉以上 一套早餐也超过10令吉以上 这样你的细票大概是这样的价钱 这样子就是就有一个预先给别人早一点看 会不会觉得有点负然是怎么样 不会啊 因为有包吃 包喝 还有东西听 所以他的早餐那些是包含什么 包含什么 包含 那是sausage 根据电影院方 《复仇者联盟之终局之战》的时长是180分钟 也就是三个小时 不过电影是在工作日体前上映 那是否会影响他们的工作时间呢 因为这个是我们的其中一位顾客 所以我们也是算是来支持他们 所以老板OK 老板有讲OK 对 因为是sponsored by our boss 所以我们可以用在上班时间来看戏 因为我们第一次全公司这样找到 全部人期待的公司来一起来看戏 放映时间到 影迷们纷纷排队进到电影放映厅 观看期待已久的这部漫威电影 不过看完电影后的影迷 记得不要到处剧透 让还没有看这部戏的影迷 享受最佳的看电影体验 NTP7 陈伟伦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